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喜歡種花的朋友們 其實大家會遇到一個問題 我們今天來破解這個問題好了 就是到底要不要買花盆 然後花盆呢其實 花氣都還蠻貴的 越大的盆子其實是越貴的 那麼它又很佔空間 然後其實現在花盆 我其實還沒有挑到一個 覺得還蠻漂亮的花盆 大部分花盆都還蠻醜的 就是仿磚紅色啦 或者是帶一點鐵灰色啦 但是那種塑膠的感覺 就是質感不是很好 那所以現在其實有一個新的選擇 就是說又可以很便宜 然後又可以大大小小有變化 然後你不用的時候 又可以折疊起來 這個就是美質袋 那美質袋要挑什麼顏色呢 其實美質袋有很多的顏色 有白的甚至有綠的 有橘色的各種顏色 然後甚至有不同的形狀 比如說有人美質袋把它做成方形的 那你如果用過美質袋的話就會知道 那我的感覺是 我種了這麼多年花 玩這些花花草草 我的感覺是 我會拋棄這個花盆 不管是陶瓷的還是塑膠的花盆 我會選擇美質袋 原因是這樣子 第一個 美質袋它的透水性好 然後呢排水好之外呢 它不會悶熱 然後你的植物種在裡面的話 然後根系可以呼吸 所以新手的話不太容易失敗 好 所以我會推薦美質袋 而且當你不種的時候 有時候換季啦 或是沒有成功 你把土收一收收到那個桶子裡面 那袋子事實上是可以折疊起來的 所以你可以節省你的整個居家的空間 生活的空間 好 那美質袋要挑什麼顏色呢 還有它要挑什麼形狀 千萬不要挑方形的 為什麼呢 那個 如果說你把一個袋子做成方形 那你希望說你把土裝進去之後 它會是方形嗎 不會 因為美質袋它是軟的 所以當它有重量的時候 它會往外擠 那往外擠的時候呢 如果是一個方形的裁切 它會有一個接縫的地方對不對 它就會變成不規則狀 很奇怪的 你說不出來什麼樣的形狀 那在視覺上 你可能會覺得不太舒服 所以就是挑圓形的 圓形的就好了 然後我今天都穿黑色的 美質袋要挑什麼顏色呢 要挑黑色的 為什麼 這也是經驗談 你如果挑白色 白色的美質袋是非常常見的 那 種久之後會變成什麼現象呢 來我現在先把這個 已經種了很久的美質袋 白色 你還認得出它原來的顏色嗎 然後呢 那個土往外擠的時候呢 它會長青苔 就長成這個樣子 那 不管你擺在哪裡都太醜了 不好看 所以白色的不行 那你說黃色跟綠色的可不可以 久了也一樣 它仍然會往外拓 所以它的那個土啦 還有它的青苔啦 會覺得髒髒的 那個顏色會讓你覺得不敢恭維喔 然後你也不可能把植物 把裡面土挖出來之後 你把袋子拿去洗 洗也沒有用 所以最好用的不是白色的 不是其他的顏色的 好 就是選擇黑色的 好 那黑色呢 像這個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美質袋 我是打算來種檸檬 比較大顆的檸檬 那這麼大一個袋子 當你樹很小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把它折下來 你可以把它倒折 好 所以我待會會跟大家示範 我也用美質袋呢 也可以種菜 不只是種樹 那菜呢 有些菜它的根啊 它會慢慢長得比較高 所以你要重新再培土喔 那追加的這個土呢怎麼辦呢 所以一開始 好 當它還是小苗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種秋葵好了 那一開始還是小苗的時候呢 就是把土放大概八分滿 然後你就把這個袋子呢折下來 那將來它長得很大顆 其實秋葵可以長到比人還高啊 大概一個人這麼高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袋子 因為要培土嘛 那你如果用的是花盆 你就沒有辦法這樣改變 可是你如果用的是美質袋呢 你就把它拉上來就好了 就可以變成增加它的高度 你培了土就可以更深了 所以這個是美質袋的好處 跟大家介紹 然後我也讓大家看看 我已經種下去的 包括無花果 檸檬還有藍莓 我其實都是用美質袋種的 然後另外還有 我現在利用這個美質袋種的秋葵 秋天可以種秋葵的 只是冬天它的生長可能開花 沒有夏天這麼好 那春天的時候可以再種一波 所以春秋都可以種 然後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秋葵 那另外就是你可以種薑 現在有一種新的美質袋 我覺得很有趣 它可以種根莖類的植物 一樣是圓形的美質袋 調黑色的 那我這邊已經種了薑了 種的順序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先把這個美質袋呢 挑選好 那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美質袋呢 它前面有一個口袋 這個口袋是可以掀開來的 可以掀開來的 那為什麼要從根部去偷看這個植物呢 那當然你就是要採根莖類的植物 你就用這樣的一個有口袋的美質袋 那它的口徑不是很大 就是一個大概十寸 大概是三十公分左右的一個美質袋 美質袋又非常的便宜 有這樣的一個開口 然後其實抱得懂 一個人是抱得懂的 那我這個袋子裡面現在種了薑 那怎麼種呢 就是請導播進來這個相片 先有底層有培土 然後把你要種的薑放進去 那薑它會有點點發芽嘛 我們常常買薑回家之後呢 就放到乾掉了 然後重複的買重複的乾掉 所以很好的方法就是 你就直接把它種到土裡面 培養土或是沙土都可以 那美質袋的好處就是 它的排水性好透氣性好 所以不只是薑可以這樣處理 有時候你馬鈴薯買來之後 那沒吃啊發芽了就把它丟掉 常常買馬鈴薯就是 最後的下場就是丟掉 其實不用它發芽之後呢 你就把它種在這種 有口袋的美質袋 那等到它長得非常茂盛 長出很多的馬鈴薯的時候 要怎麼收成呢 你不需要把它全部拔掉 你只要打開口袋 從下面掰一段你要用的就好了 又把美質袋的口再把它貼回去 所以這種可以種根莖類的 有哪一些呢 蘿蔔啦 胡蘿蔔啦 白蘿蔔啦 還有這個馬鈴薯 地瓜 薑 都是很好的選項 就是使用這種有口袋的美質袋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介紹到這邊 不要再挑花盆了 那你如果覺得 這樣一個黑黑的東西在你的花圃裡面 還不夠好看的話 其實就可以去買這種 木框造型的花盆 事實上就是木框 就是原木做的木框 那你就把它做一個遮掩 那也可以做修飾 我覺得這樣整個花園看起來都會比 用大大小小的不一樣的顏色 不一樣的形狀的塑膠花盆 來得有質感 有質感